接下来一场比赛 炮哥要对阵 Patience了啊 我们来看炮哥是存在了上方的 蓝色的人组选手 而左下方这个 选手就是刘建宏Patience Hello 哈哈哈哈 好 这边炮哥感觉 上来要放战术啊 他觉得打不过Patience 要放战术 因为现在Patience真的挺强的 真的挺强的 炮哥上来选择了一个野兵营 放战术 今天肯定也是精心设计的 知道要打这个Patience 也研究了Patience的战术 但是Patience第一时间探路啊 炮哥这怎么办 第一时间探路 这个野兵营就被看到了 炮哥这个打法什么打法啊 那么晚的一个野兵 Patience在自从 这个赛季打了 这个韩国联赛之后啊 他的整个实力是提升了非常多 而且自行心也打出来了 现在俩然要成为韩国的一线的神组选手之一 上个赛季的SS 也是打进了四强 这个让我们刮目相看 炮哥直接野兵营 野VF 还要野VS 我看这个样子 把所有的东西都野到外面 这个应该是他的一些想法 看他怎么野了 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反正现在Patience知道对方放战术了 我也不开二矿了 我反正跟你正常打就好了 老子不开矿了 你牛逼 你野 你牛逼 这什么 这是什么战术啊 导弹车Rush 赌对方开二矿 导弹车Rush 太飘逸了 这个战术 母舰核心出去 要直接破对手口 Patience也打得很聪明 他知道你家里面没东西 但是被截了 他要截这个 他不会勾过来用导弹车杀吧 导弹车在追了 导弹车直接在追 他想勾他回来 导弹车直接要追 但是这边炮台要开了 炮台是肯定开得出来 导弹车回救 先锁叉子 先锁叉子 什么都不管 先锁叉子 那这样的话 家里面就受不到太多的威胁了 好 直接回来 再锁母舰核心 但家里面又是一根水晶 这两根水晶影响 经济影响得非常厉害 好 再锁 母舰核心给你锁了 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 哎呀 说好死了的呢 他一下 胖西斯 你人懂了 知道你全部把部队野到外面的 直接Rush了 这个炮哥 这个单矿战术是什么战术 单矿一波的战术 家里面感觉打不进去 胖西斯守住了 关键是胖西斯用这样的一个 换家的战术 是把炮哥的整个节奏打乱了 炮哥这波推不进去了 现在只能先把这些水晶先打了再说 哎哟没点掉 还要推啊 还要推 这边是拼命的 没有回头路的这个战术 要被点 哎呀 漂亮漂亮漂亮 这个操作非常nice 一层一层推荐 胖西斯现在是有能进过来 做一个闪烁的操作 正面导弹车已经来了 看见我能不能推死了 武剑核心回来 想截 想截导弹车直接被锁 但没关系 走 胖西斯打得很聪明啊 现在要包 胖西斯想他是要包这波部队 先把你的出兵点换了 打得太灵活了 胖西斯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菜鸟了 不是当年这种没有经验的选手了 而是一个打得非常成熟 非常灵活 应变很好的职业选手 这一次换家 炮哥已经输了 出兵点被占了 这边还是继续推 但是还是没用啊 胖西斯主要在背后截就好了 这边慢慢地蓄自己的 这个不行 哎呀 这个推进的这个火力还是挺强的 现在好像还斩不开啊 不能吃这个坦克 因为操作空间挺大的 胖西斯还是换家 但是换家你不占出兵点的话 对方的部队会越来越多 二矿可能要掉 现在韩国选手推这个二矿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现在换家了换家了 胖西斯直接把你家先换了 炮哥也不要了 家里面肯定要不了 胖西斯退手高台 他想耗这个导弹车 没有吃掉 开个炮台先拖一拖时间 家里面炮哥是不要了 我跟你拼命的 这个地方 好 这都推得死吗 这样的推进方式 家里面都没有了 就这波兵的 就一层一层推啊 胖西斯飞出去没用 被推上来了 现在打神组 我发现这些神组选手都很拼啊 因为打中后期打不过 都用这样的战术来拼 好再往前推进 一步一步往前走 维亚也被打掉了 胖西斯这边要拖农民拼命啊 因为他只要守住就赢了 24个农民 家里面 这样包的话是有机会包死的 好炮哥的部队全部飞起来了 反正没 现在要和平 和平直接拖农民 最后一拳 你们看胖西斯怎么处理这一拳啊 按道理来说 胖西斯是能够包下这部部队的 先开炮台 先拖 先开炮台 等后面的部队要包 包夹 拖农民 胖西斯怎么不拖农民啊 就拖几个农民 强吃 解放者 炸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追列 他第一时间怎么不拖农民啊 他这盘守住就赢了 他不拖农民 胖西斯钱都没 炮哥钱都没了 太二了 这个拖农民肯定守得住的 这拖克耗死了 搞笑了 诶 没对空了 好了 母剑核心无敌了 母剑核心 啊 说好的无敌了 一个机枪 太他们激烈了 这样比赛 好了 贏了 贏了 败了 他只要把这个解放者解决掉就赢 现在有四个... 有个冷静啊 解放者解决掉就赢これ 太他们激烈了 我只能说 他先解决掉解放者 只要解决掉解放者就好了 一收一上 他要秒坦克 那解放者先秒掉 解放者满血啊 不会秒不掉吧 好打掉打掉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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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赢了 母舰核心来了 无敌的母舰核心 炮哥这个单矿一波战术 有点凶啊 我只能说 好了好了 手出兵点手出兵点 太激烈了 刚才可能有点矿彩 所以他没把所有的农民拖出来 还要守这个出兵点吗 这守不住吧 坦克都没血了 冷静只要追着你这个坦克打就好了 炮哥真的不想退啊 推成这样 也够了啊 这个战术真的已经够了 冷静现在就追着你打 还想吃部队 炮哥要靠这个操作吗 啊 好了好 叽叽叽叽叽叽 叽叽 炮哥紧咬上唇 很不甘心 但是也算战争一丁一组 坦克打掉 漂亮 叽叽 2比2 大将战的 大将战多半是清本对PATIENCE Ace战啊 清本对PATIENCE 应该是 PATIENCE这样比赛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三星肯定 哎不对 三星有SOLA 哎这不对啊 这个 不够说啊 三星有可能是上SOLA 但是我 按道理来说 清本是STOK的亲儿子 一般来说是上清本 当然上SOLA的概率也有 但是在这个 Africa这边啊 没什么悬念 没有什么悬念 不是PATIENCE 就是SUPER 没有悬念的一场比赛 好 那我们休息会儿等待大将战吧 炮哥也摇了摇头啊 这个战术准备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没有成功 可惜了啊 但是很精彩